今天上午由劳动部劳发署北分署玉礼就业中心主办的 2024联合真才活动在瑞穗乡 午贺茶园公主咖啡隆重登场 而求职的民众与雇主面对面应事 不少现场即达成录用意向 为正后的花莲带来一股新的就业活力 13家企业现场提供将近100个职缺 涵盖了观光餐饮物流居家照护等多项的领域 求职民众与雇主面对面的应事 这里是玉礼就业中心主办的2024联合的真才活动 结合求职创业以及社区产业文化体验 现场热闹非凡 吸引了超过百位民众参加 想要有自己的收入 不要让家里有在承担我的经济 玉礼就业服务中心表示 创业凤凰计划成功申请贷款的商家 也在活动中涉谈展示创业的成果 从美食品尝到盆栽DIY的制作 丰富了活动的内涵 为有益创业的民众提供宝贵的经验分享 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行销 我们提供给我们不管是瑞税的民众 或者是我们花莲县南区这六个乡镇的民众 或是甚至是我们整体花莲县的民众 有更多在这个旅宿业跟这个餐饮业的一个职缺 去活络振兴我们当地的餐饮旅宿业 希望可以再造这个花莲县观光的荣景 玉礼就业中心未来将继续推动更多结合就业 创业以及社区产业辅导成果 与当地的文化和产业紧密结合 为花莲地区的振兴与发展注入更多机会 记者高松双瑞瑟香采访报道